另外一个板块就是昨天表现都挺散的 就是水泥基建股 尤其是水泥股相对更加突出 大家好似都在憧憬 内地第一季是否仍会比较多基建的相关工程 可能开工、落实 这些股份还有没有再炒作呢? 看法上其实会是挺正面的 当然我想大家过去都会对一些水泥基建很有戒心 很害怕升了几个人走来说就已经升完了 因为过去都试过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始终 当然是否会再重复这件事难说的 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看法 就是基本面或者行业面方面来计算 坦白说水泥基建也会比较稳定很多 至少你这一刻真的这样数下 本身你其他办法又怕着监管 特别的新经济 而以来其实近几天连回来 你连去年一些很强势的板块都会得急 当然这个我想是因为升了多而所致 资金流的因素 但是不是基本面转变 但是你也要留意发生这些波幅会很大 但是反观一些水泥基建 其实本身的盈利增长也属于比较稳定的 而大部分来说股值也是很便宜 再加上也没有什么政策的风险 所以就算不要说是否再升 但是起码急回的机率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高 至少你现在持有这些板块 会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找板块去选 我觉得上来基建 绝对都是同意可以留意 而且其实部份透过这几天慢慢的一个回升 其实走势很多东西都比较漂亮 基建三宝也比较漂亮 其实你说中交建、中铁、中铁、中铁建 其实全部都是上去均线流上 连带上来股 其实也有点拗腰 是转回圆底上来 其实每个图都比较漂亮 所以如果有一个可能中短期的部署 我认为这些板块都可以留意 你自己有没有比哪一款相对看好一点 其实大的 刚才说到的基建 我觉得都是11860 上来的就是914 这两款都可以留意 谢谢大家